大家好,我是贵国别老,迪哥 大家可能看到这场景不太一样 因为算一下时间差不多大半年了 大半年没有跟大家汇报新唐的发展情况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些新唐目前里面 已经长满了很多植物 包括水都已经养得很长头了 主要是今天带大家看一下新唐的蛋怪糖 我们在这边装上了天网 我们先看一下那个小蛋怪的糖 也都是已经养好的 像这些长了植物的糖 我们里面都丢上了一些草灰的 主要的目的是用来养水 现在这些糖的话还没有针对每一个糖做一些结构的搭配 因为以后糖起来之后 大家可能会看到 怎么有这种植物 有的只有浮瓶 有的又有水葫芦 有的又有这样一些植物 其实这都是根据每个龟的不同的习性 会做一些搭配 包括植物的搭配 这边 这边糖其实 草龟已经把这糖养得很肥了 文英文其实很臭的 但是很健康 养龟是非常好的 这边一排呢 这边就是叫做黄苗苗子的那个开阔糖 因为我们没有加网了 因为这个比较大家不了网 但是我们有天网啊 我们给整个苗子做了一个系统性的防护 第一个不会有鸟 第二个不会有老鼠 这边有一些少许的亚成还在泡水呢 然后这里也有一个在泡桶 其实它们大多都是躲在那个瓦棚下面 或者说这个植物的根基处 它们就专在一起 那我们今天就不去弄它了 这边只是说刚刚糖了 把它就是说养好 已经适合我们需要养殖的品种进去了 啊 后面的话我们会陆陆续续的 把不同品种的苗啊 就是把它们放到新的糖里面去 啊 后面的话我们会再给大家提供视频 啊 看一下啊 就是说新糖这样的一些结构 对于苗 对于龟苗生长的情况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欢迎给我们点赞关注 有问题的朋友请问我们私信或者留言